11月26日 北京冬奥组委在北京举行第二次驻华使节奥运情况介绍会 来自70余国约120位驻华使节 高级外交官及国家地区奥委会代表 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参加此次介绍会 活动上 挪威等国驻华大使对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表示了赞赏 作为冰雪国度的芬兰 是冰雪运动强国 中芬双方在冰雪运动合作上大有可为 2019年也曾被定为中芬冬季运动年 芬兰驻华大使孟兰表示 非常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到来 希望芬兰运动员在冬奥会上取得更多的奖牌 2019年是参加加研ポー score interacted和芬兰训公司 冰载年年轻跌 明年在学中已经也致建领而起cont 开金兰运动 就是参加了暂时参加研导 当天介绍会上 北京市副市长 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 通报了北京冬奥会 冬藏奥会筹办工作最新进展 他表示 赛事运行指挥体系全面启动运行 完善冬奥会单元竞赛日程 冬藏奥会竞赛日程 有序推进竞赛组织的各项工作 竞赛场馆的团队全部组建 非竞赛场馆核心运行团队 已经全部到位 编制优化场馆运行计划 运行设计和应急预案 与主办城市共同建立了 全面融合高效联动的工作机制 赛事运行指挥体系 已经全面启动运行 北京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 外交部李宾斯 公安部特勤局在会上 分别介绍了国际贵宾 有关接待政策 并回答史节提问 据了解 北京冬奥组委将在2022年初 举办最后一次 驻华史节奥运情况介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